老师和同学来参加 不过我想最主要是大家来的 是真正理想听众认认的 我们现在做到一位文章老师 是特教所长 他对新闻活动也有了解 那我们就用三名来 从老师帮你们开启 好 大家好 好 谢谢主任大台 只要抱歉 刚刚因为我们迷入了 不知道学校 但是很迟到了一点 教掌队前 先帮各位做一个进队的游戏 这游戏可以帮助各位 帮助在当下 等一下呢 等一下教掌那种 可以跟观众的理解到 然后再一下 你看看前面的进步 你会看到 超好 谢谢 不过像你现在所做的一次 你会坐在上面 谢谢 谢谢 呼呼吸脑袋 脑袋 再过来 谢谢 谢谢 摸一下他的鼻子 说你是可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 对 对 右边的鼻子 右手指超12下 超重一点 对 对 对啊 有点痛的感觉 对 然后左边也是一样 超12下 快 OK 手指 嘿 呃 没有很差别 还要几下了也可以 然后这两个鼻子 下方三角形 去摸在这里 那也必须要教授一下 发送给你 好 好 谢谢 这个动作呢 可以帮助各位 恢复我们今天 这个生理的能量 因为我知道 一般教理也讲的 大家都觉得我打客戈对 所以等一下如果理想法 就真的 可以敲一敲 那我就知道 可以讲笑话了 那我们今天来探讨的 就是有关于 凌晨存在的问题 过去我个人在研究 这个生存沟通的过程当中呢 我确实发现 人呢 除了肉体的存在外 还有一个心灵的一个 一致存在 那另外一个就是 晚上有一个 冥冥中在存在这一切的感觉 一种平常的一致存在 那 其实 我在研究这个过程里面 我发现 从心灵的角度来解读 灵魂的存在 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 呃 尤其我是从 唯字学 就是唯字 科学这个角度呢 来探讨人的心灵的体重 那唯字学里面 在讲到 呃 有时候 鼻子 真记 莫纳士 阿赖耶士 等等这个 八个字里面 它里面 其中有一个概念就是 阿赖耶士的功能呢 它是一个储存 我们 储存我们过往所有的 呃 记忆的一个概念 那也就是我们讲的 最深刻的意识 那 这个 第八意识所储存的概念呢 也就是说 我们 深深世世所储存的内容 都储存在我们 第八意识 阿赖耶士里面 那 有关这个概念 我想 维斯学里面 讲得很清楚 好 那我从这个角度 切入研究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 维斯在讲这个 一般是储存体的观念 的同时呢 我发现这里面的 檔案 我们称为 檔案好了 维斯是称为 总字 人经的 里面的总字 那我用现在科学的名字 来把它函数 你也可以说它是个檔案 那么 用檔案的观念 来阐述它 都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我发现 这些 檔案内容 是可以被造出来看的 就像现场的檔案 比如成功已久的檔案 不管你几年前 几个月前 出入的这个檔案 只要把你 那么意味着什么 人类的心理的檔案 也是可以被造的出来的 可是过去好像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法 把这个檔案叫出来 那 这个檔案的内容呢 当然就不只是 我们今生今世所处置的内容了 我相信各位 你可以回想昨天的你 十年前的你 小时候的你 那么可能小时候的你 对你来讲 你十年前的过往的 那你会回想 你十年前的过往 你会回想昨天的过去 那代表了什么 我们是可以回做 过往 某一个事件的能力 那如果几百年前 几千年前呢 这代表了说 这些檔案 一样可以被造的出来 那意味着说 我们在人的第八业事里面 所处存的内容呢 不只是今生今世而已 还包括了我们 甚至世事的内容 当然喔 过去如果要看全世的话 有几种方法 确实可以做到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催眠 当然不用怀疑 催眠 确实可以让你看到前世 只是听说 有一半的人 你这样好像 没办法被催眠 不那么确定 那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 聪明 一般聪明的人 会说 你前世是一个国王 是一个国族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就算这个聪明 讲得都费 我们还是会打一个大温号 为什么 我们没有亲自看到 万一他会骗我们呢 当然不是说说通灵 通灵都会骗人 是万一有这种可能 那我认为说 如果不要通过催眠 也不要通过通灵的方式 而我们可以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之下 回溯过往 把过往成功已久的档案 给打开来看 这样是不是更科学一点 那我发现确实是可以做到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回想昨天的自己 十年前的自己 甚至二十年前的自己 那这每一段时空里面 我们都给记忆了 那这些记忆是可以被照出来看 那代表我们可以回想 两百年前 两千年前 两万年前的过往 其实科学家已经证明一个观点 我们人体身上的DNA 记录了什么 打从宇宙一开始 一直到现在的我们 整个生命演化轮回的过程 都记录在我们的DNA里面了 那意味着说 如果我从DNA的讯息解读出 过往我曾经存在过哪个时空 哪个年代 哪个社会 事实上是可以做到的 我想目前的科学家 也朝这个领域在宇宙当中 尤其目前科学家已经解码 解出DNA的很多的讯息密码 那么解码现在只是 达到一个阶段就是 我已经了解ADG DALG的字母而已 但是还不太了解 为什么B加O加O加K 是谁不可谁出的这个概念 这样子 人家在法律努力 那也就是说呢 未来人类可以解码成为什么 DNA的具体可以解码出 我们曾经存在过哪个时空 哪个时间点 曾经是哪个声位 而这个时间点很精确 可以被证实的 当然我们在 只能等待科学家的发现 但是我个人在研究 生存沟通过程里面 我发现 其实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就是这个密码的key 这把钥匙 事实上带我们自己 我们是可以解码来看的 所以我花了数十年的时间 从文字学 从人类的精灵 再了解这一块的过程里面 而且我经历过 数千个个案的经验 我发现 确实可以做到 那做到的时候呢 当然我就看到一个 很有趣的事实 除了人类有很多过往的 这个我们经历过的 每一次的内容以外 包括 到底灵魂存不存在的问题 从这里面也得到 某一种解答 那 我先讲 有关如何的概念好了 好 当然我们会想说 我怎么可能 替起我的写事如何呢 确实听讲 有点不可能 但是 如果我有效的 一直引导一个人 你从最近的事件 回想起 再跟你讲 比较更早之前的 再往前继续追 做的同时呢 我们发现 更早之前的前市 是可以被打开来看 嗯 我不晓得 但是我来演讲 都会讲过你的例子 我再演讲 都会比较好的 刚好我去马来西亚 MV上课的同时呢 曾经有一个太太来上我课 那这个太太呢 她第一次回到前市的时候呢 她很清楚的看到 她说 我怎么看到自己 自己疗死人呢 那 她在想说 那应该是人吗 应该每一次都是人类才对嘛 怎么可能是动物呢 因为 曾经委派的讲法是说 我们人类 永远是人类 不可能是动物 可是她确实 今天看到自己 是不是动物 刚开始她也是很合理 那我们说 叶波荣斯呢 就继续找她说 没关系你继续看 到底那条蛇的女神 她刚刚有一天下午 她刚刚一个小女神 这个小女神呢 拿着一个蓝指 在野外写 那个淹的蛇 然后这条蛇呢 就跑到这个小女神旁边 咬了她又咬了一口 咬上人家之后呢 通常被蛇咬的人 都会怎么样 先把蛇打死 结果这个女神 就怎么打死这个疗蛇 就自认把我们回家咬上人 然后她又看了十几天之后呢 这疗蛇又跑到一个山上去 然后看到一个男孩一直在砍台 那这次呢 她又想要去咬人家了 那因为她不是毒蛇 她去咬人家的时候呢 那个男孩看了她要来咬她 看了好不考虑了 就一棒打死她了 那这只蛇呢 就起了一个分别心 她就想说 我都还没咬到你 你就把我打死 人家前两天那个小女孩 我咬上她没有打我 她就被那个女孩 特别好感 想报答她的心 结果她才看到 当时被她咬的那个小女生呢 居然是亲生的亲生妈妈 哇她也不可自信 她想怎么可能呢 为什么可以咬了我的妻子妈妈呢 后来做完下来生前过渡之后呢 她就问我们过渡之说 那个会不会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会不会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我的妈妈从来没有告诉我家的内容 很可能是生人呢 那从事就很简单啦 你回去跟你的妈妈所证一下 不对了 后来她回去所证了 那我想你妈妈说 小时候15岁左右呢 你有没有一次再问你姐姐姐姐蛇 这一只蛇咬到你的右胶嘴 那她妈妈笑歪了 那你怎么会知道呢 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你怎么会知道 然后 那妈妈也讲说 不对啊 当时我从来没有结婚 也没有生下你 你又不在我旁边 你怎么会知道小女生呢 她说一个她妈妈想念说 我就是那一条水 所以她妈妈才讲说 天啊你知道嗎,當時我剛生下你的時候,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很想幫你看 媽媽一直對她沒有好感,可是呢,她後來長大的過程當中,她一直算選回家給媽媽 可是媽媽一直不喜歡她 所以從這個案例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什麼 她偷偷將人生能溝通回座後啊,看到自己第一隻動物 那麼咬了自己的媽媽,而這個內容是不可能編造也不可能知道的內容 通過她的求證的結果,證明她所看到的不是假的 所以有時候我聽說會講,不要隨便亂咬人,你要你背部回報人家 那從這個概念很清楚的看到,她回座了過往,而看到自己是那隻動物 那麼也就是說,她心聲用上的聲音,來回報她什麼呢 而經過證明是事實,不是假的 其實我目前訓練出來的,專業的這種申請的溝通是全世界有一百多的人 那麼我們所做過的個案呢,坦白講 總數要超過十萬人是以上的 包括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澳門,大陸都有 這十幾萬人士的內容當中,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回來告訴我說,老師我所回頭看到的過往 是假的 當然,有很多前世太久遠的溝通雜證 但是只要是可以求證的 或者是要台而起因而起,她所看到的內容 沒有一久回來告訴我,是假的 那代表什麼?是可以被求證的 我再講一個我們台灣的歷史好了 曾經有一個女孩子,她也是當時看到我在電視上 幫一些藝人做的溝通當中 她透過電視台的安排,請我幫她做這樣一個深層溝通 這個女孩子今年三十歲左右 她來溝通的時候呢,她是為了她的感情問題而來 後來之前,她回溝到她在拍而起的時候 她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呢,她聽到了一件事 她聽到爸爸跟媽媽在討論有關她的事情 我說要不要去聽說到底爸爸說了什麼?媽媽說了什麼? 她聽到媽媽跟爸爸想說 我說我老覺得住前生的孩子 是之前往生那個姐姐來剖胎的 為什麼她媽媽會這麼講? 因為她在她之前有一個姐姐 越到小學三年級 後來經經往生了 往生後沒有多久,媽媽又懷孕了 所以媽媽就跟爸爸講說 她老覺得這個孩子是那個姐姐來剖胎的 然後她聽到爸爸說 哎呀,我知道我剛出去一個孩子 現在你又有,又懷孕了 又不要感慨了 好好保護這個孩子 然後我讓她繼續回溝 我讓她回溝出那一天的內容 她看到她出生之後呢 爸爸抱起這個嬰兒的同時呢 爸爸看著嬰兒說 天啊,難不成真的是那個姐姐來剖胎的嗎 為什麼爸爸要這麼講呢? 前世的那個姐姐 往生的指引是因為 顧莫顏常未出出血而往生的 然後 天生的她呢 在肚臍身邊也變成明顯的胎季 她往上去的胎季說 難不成真的是那個姐姐來剖胎的 那我就請這個個案呢 再往更早之前回座了 可是這個個案,我如果她是請寫的喔 她馬上跟我法國說 哎呀,老師我知道你要我看什麼 我告訴你啦,不會是的啦 我絕對不會是我那個姐姐 因為聽說我當時我姐姐很高很瘦 我現在這麼胖,就像是她 我當時姐姐呢 很喜歡念書 連四樓考第一名 我現在超統領念書的 我絕對不是她 她一直搏認自己是她的姐姐 我說,我又不能說你是她 我不過是要你回前世看一下而已 好吧 她就回到前世去了 她看到了 她真的是自己當時的姐姐 她看到她當時的老家 可是住台南 還在公寧住台南 她看到她老家是住在 平宗里長的那個封港鎮 封港小鎮那邊 她老家住那裡 然後她看到她自己 真的是念到小學當年級 有一天晚上,肚子痛得很厲害 一直在床上打粉 然後爸爸媽媽當然不放心 自己把她送到醫院去 可是當時的公寧住 在裡面很大醫院 一直送到高手這邊來 她看到半夜的車也說 她看得很厲害 後來 爸爸叫了一張計程車 她也告訴我 不是小房 不是黃色的計程車 是民國早年 那時候黑色的那種計程車 然後看到呢 最近戴著一個壓扯帽 爸爸他一件米色的 比黃色的襯衫 黑色的長褲 然後坐在自己的旁邊的櫃子上 她跟媽媽躺在後座 她肚子痛得很厲害 然後車子要坐在高雄的路途當中呢 半夜的兩點多 看到車上時間是兩點多 那麼她胖子實在不得了 後來躺在媽媽的懷裡 就跟她媽媽講一句話 她說媽媽 今天我很高興 有幸做你的女兒 你那麼樣的疼我愛我 可是我才已經無法承受了 但願來自 我還能夠在做你的女兒 好不好 講完這句話 就躺在媽媽的懷裡 斷氣往生了 她看到媽媽一直在哭手上的意思 看到爸爸坐在前面 掉著眼淚 沒有想到這孩子 送進醫院的路途當中 居然就死在肌眼的上面了 可是這些內容是她不只能知道的 說完溝通之後呢 她也就問我一般最常問的問題了 老師 這不更不會是我自己想像的 我的父母已經從來沒有告訴我 我姐姐什麼指的 更不要講說指在街人車上 這些細節 我從來就知道了 這不會是我自己想像出來的呢 說簡單嘛 你隨便跟你父母去求證一下 不就好了嗎 她三天後就來找我了 我兩次太不可思議了 我問我的爸爸了 我爸爸說 天啊你怎麼會知道 這些內容我們不曾經講過的啊 而且當時 姐姐在死之前講的那句話 但願來自還能夠在做你的女兒好不好 這些話是她的父母心心中永遠的痛 這不可能跟她講的內容 你怎麼會知道呢 後來她跟她爸爸承認說 她來做過通兒子報的內容 經過當母親的求證之後 這個小姐呢 她說太不可思議了 她後來把我所有的客人全部學回去 她接下來要幫別人做過通的 那這個是什麼 經過這樣的證實之後 她證明了她的前一次 就是那個自己的前線 而這些季節呢 我們從過去都完全看到 看到所有的內容 那 其實呢 我有千萬個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明 有人是經過所證的 有人是經過交叉證明的 證明的真的顯示是自己那個人 那證明了什麼 我們真的有自己的過往 自己的顯示 其實 從我做了這麼多的課案裡面 我真的發現一個 很有趣的事情 更如國家講的 如是陰 如是火 真的 因果群亂 一點都不講 我從各個課案裡面 我一再一再的看到這個事情 其實我之前 我們在宗教裡面聽到 因果、因果 我們都懂因果 也知道因果 你會真實體驗到成效因果 我想 那個不必再教了 你自己的天主 該怎麼做的 那 除了解釋輪文的問題以外呢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靈魂所會所在呢 對 這個問題說真的 人類 一直以來 一直在探討靈魂所在的問題 人類也試圖想解剝人體 想找出靈魂的所在位置 但是到目前為止 沒有人找到 我們來講 找了方向錯了 靈魂不是存在 肉體的證明的部位 我們會想說 是在老鄉學生裡 是在年輕裡 是在西藏裡 是在DNA裡面 其實說不對 如果以我的概念的證明來看的話 靈魂居然是在肉體那些東西 反而是更真切的講 我們是被靈魂包裹在四周圍 在我們肉體四周圍的 一種活一種狀態 但是我要這麼講 當我要講靈魂這個狀態的時候 我請各位注意的 不要執著我所講的靈魂這個用詞 只是為了方便解釋它的狀態 我就不可不找一個靈魂來形容它 這個該怎麼形容呢 因為我講任何一個名詞 各位一定會執著 我這麼講 主在禪宗的一種見識思維邏輯的一種訓練的觀念裡面 有一個觀念是這樣子的 禪宗他們為了闡述某個概念 他必須先立假名 透過這個假名 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 還要破這個假名 所以我希望等一下我要講靈魂這個用詞的時候呢 我是為了立假名而用的 讓各位能夠了解 因為這個用詞實在不足以形容它的狀態 但是不得不人類也只有這個用詞沒用 所以我必須先立假名 之後我必須這麼講 人類很多的宗教都承認靈魂的存在 但是有很多宗教都承認有靈魂的存在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像希望的宗教讓我們認為說 有靈魂的但是不會輪迴 你只有一生一世的機會 你一生一世做得好做不好 那麼最終等他們說呢 就換你上天想或下地獄 那宗教普遍認為說 人是有靈魂的 而且不只有靈魂 靈魂是一個永恆不滅的設體 這個永恆不滅的設體呢 會透過生生世世的輪迴 不斷地進化、淬煉、疑生、回歸道 所謂的八萬天、大我、這樣一個狀態 像印度教就是以這樣的觀念為主 可是以佛教的觀念來講 這個觀念上又有很大的不同了 佛國當時呢 有弟子就問了佛國說 人是不是有靈魂呢 佛國當時不回答 弟子就問說 那麼人就沒有靈魂喔 佛國也不回答 其實當時佛國真的不能回答有或沒有靈魂的觀念 佛國講的是什麼 這一切的現象 不過是用因緣法則的現象而已 宇宙是相對而產生的現象 沒有絕對無力的現象的存在 也就是說 如果這宇宙都是白 你怎麼知道它叫白呢 你一定要有黑 來證明彰顯出白的存在 所以這一切是相對而產生的現象 並沒有一個絕對無力的存在成 那麼 各位 如果說 這個宇宙是由一個上帝創造出來的 創造了你我 創造這個宇宙 那請問 誰創造了上帝 這次佛國是這個概念 那佛國講的觀念就是說 沒有絕對無力的存在成 也沒有一個永恆不滅的克服的狀態叫做英文 而是說過因緣法則的現象 而當顯出英文的存在而已 其實我要這麼講 在維世學裡面 我們講心靈的種子 跟阿賴約斯的觀念性的時候 維世學對這個觀念 有一個很精妙的一個講解 他說 並不是有一個永恆不滅的個體 叫做阿賴約斯 沒有 阿賴約斯跟種子 這兩種的觀念性 是不能夠分開地段的 它是一體的觀念 也就是說 有了種子才有阿賴約斯的存在 沒有種子 阿賴約斯就不存在了 那也就是說 沒有所謂的靈魂本體 屬於我們深深深深深的種子 反而是有種子的存在 你才感覺有阿賴約斯的存在 了解這個觀念之後 你就知道 靈魂屬不存在了 當然我知道 對各位來講 不太容易理解 也許有點深奧 但是呢 我要講就是說 靈魂 靈魂屬不存在 目前科學家 有做了幾種實驗 有一本書 叫靈魂實驗 這本書 各位可以看看 它的標題 副標顯得很有意思 他說 我們為了證明 天下烏鴉 一般黑這個理論是錯的 我們只要怎樣 找到一隻白烏鴉就夠了 何況在這次的實驗裡面 我們找到一百多次的白烏鴉 那也就是說 在靈魂實驗這本書裡面 美國華華華大學呢 他們學生跟教授呢 透過這樣的實驗 證明了 確實靈魂是存在的 而且當時HBO 家裡電影院呢 還共有五部正式 完整的紀錄整個實驗的過程 而證明這個是存在 目前也有人證明說 人死掉之後呢 會進入所謂的 病靈死亡的狀態 所以有很多病靈死亡的人呢 後來又被救活了 救活了之後呢 他們都會共同想說說 他們會看到一個隧道 隧道裡面有光 他們會進入光裡面 而且呢 他會發現到 隔壁病房剛剛有人死掉了 他也看 同時看到 蘇花板放了一個東西 同時可以看到 因為如果有人在跑降 同時可以看到 頂頭呢 因為頂頭放了一雙手鐵 他同時可以看到 那麼 後來他被急救起來之後呢 咦 這醫生講這些內容 醫生很不可思議 你明明剛剛是指的啦 你怎麼可能知道 隔壁病床 醫院門口 挺樓 有什麼東西 你怎麼會知道呢 後來 很多人證明之後呢 確實人類在那個狀態之下 人類出體的狀態之下 同時可以看到 所有的現象 好 那我們講回來 剛剛我講的就是說 肉體四周圍包裹的這個狀態 它其實 如果以物理科學的角度來點圖它的話 它是一種 非常微量的粒子狀態 也就是我們講的更最小的四元體結構 叫做法克 法克這個粒子 存在我們的四周圍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這個四周圍的這個存在體呢 它的觀點跟我們肉體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肉體所看到的物質體 是不是看到了 是三度空間的 你會看到三個面而已 比如我看這個桌子 我只能看到那三個面 我要看另外那三個面 我自己轉到那邊去 我才能看得到 可是你靈魂的觀點 它的觀點是不一樣 它是包裹著什麼桌子 來看這個桌子的 它同時可以看到桌子所有的面 那代表了什麼 它的觀點跟肉體是不一樣的 所以叫銀式 有的人可以看到隔壁地方的人 看到醫院門口的東西 它同時可以看到 並不是以肉體的觀點來看 那這個狀態是什麼呢 目前德國有幫你一種照相機 可以照出人的氣場 靈氣的那個顏色 那也就是那一條光的顏色可以照得出來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藍色的 代表你現在情緒怎麼樣 紅色的代表你情緒 這可以照得出來的 那為什麼可以照出來 因為它是有質量的東西 我說不講 靈魂是有質量的 這個質量可以被深色的出來的 像我們也會有一台那個 量子物理檢測儀 這跟美國太空中的研究出來 一套語氣 才有量子物理的原理 我可以測你現在有沒有卡到陰 測得出來 卡到陰喔 測得出來 以及你現在的夜障有多重 測得出來 很多食物不是說 哎呀你夜障深重喔 有多重 不曉得 告訴各位 你一定測得出你夜障有多重 你有沒有卡到陰 測得出來 更好玩的是 你現在的行為模式 來自哪一次的行為模式 是整個身份 暫然的地點 暫然的國家 暫然的年代 這個儀器都會顯示 各位 居然這個是由美國太空中的 也救出來的 那這套儀器呢 我們現在大量的在 使用在我們個案的身上 透過儀器證明 它的顯示 它的靈魂狀態 它的氣氛狀態 它的靈魂狀態 它的靈魂上多少 都測得出來 那代表了什麼 靈魂的某個程度來講 是有質量的 是可以偵測的 那 所以 以後如果你卡到陰的話呢 呃 在場你最近有去一些不好的場合 啊 比如去電梯桶啊 滾木啊 或者音樂裡面 確實我們可以偵測到 很多走過這間場合的人呢 儀器測得出來 已經有卡到陰的 但是 這個儀器也可以幫你消失掉 這個 這個資產 有意思的是什麼 這個狀態呢 我們發現很多宗教對這個狀態 又有不同的概念 齁 對 我們注意看 所有宗教的畫像裡面 有一個共同的畫法 所以不曉得誰觀察到 比如說 無大象也好 火火的象也好 包括耶穌基督 聖母瑪利亞 身上是不是有一段光 那一段光 就是我剛剛講 那個 就是那個 為例子 它確實是一段光 每個宗教都有共同的畫法 雖然有很多宗教是對立的 但是 卻有一個共同的現場可在 那不管怎麼樣的話 這樣 都有那段光的可在 而那段光 不是只有神或佛才有 各位身上都有 我曾經訓練一群小孩子 讓他們懂得用精靈的眼睛 去看人們身上的光 所以小孩子可以看得到你身上的光 什麼顏色 比如你的光 如果是暗黑色的 我就照一些小朋友說 你會離這樣遠一點 因為可能會不好 有血液的意思 如果光是白色或金黃色的 代表這個不錯 你可以親近它 所以 很多小孩子呢 我們可以訓練他們 可以看出你身上光的顏色 包括 用 那個 這個 這已經都照得出來 好啦 那問題是 我們身上的這些光的存在 它為什麼要負責到你的身上呢 我要問各位問題 你同不同意自己有自己的靈魂 應該同意嘛 因為你有你的思考 有你的過往 有你的經歷 那我們反而定義一下 屬於你自己的靈魂體 我們該怎麼稱呼它呢 你說本營或圓營 你到教育講話 這是本營嘛 或者圓營 可是本營或圓營 會有一種錯覺是 好像住在我做裡面的感覺 我這種不帶頭幹 希望等他們習慣說 是你的指導營 可是指導營這個關鍵 又有一點關鍵是 好像離我很遠在指導我 也不太對 我最有一個名字 比較貼近的狀態是 懂護營 好 所以我們定義一下 屬於我們自己的靈魂體 這個概念我們把它稱為守護營 那麼 守護營 就是我剛剛講 它是包裹在我們四周圍的狀態 那你這個概念 就比較容易接近它的狀態 守護著我們這種感覺 離你沒有很遠 也不是靠著你很近 就是保持一點點的距離 那守護營呢 為什麼會在我們身上 守護著你呢 就是屬於我們自己的靈體 這個守護營都真的 他不會在乎你 金針過得好不好 他不會在乎你有沒有當選總統 他也不會在乎你賺了幾百萬幾千塊 他不在乎這些人 他在乎的是什麼 你的生命的歷練 你有沒有跌倒又爬起來 你經歷的措斥有多大 如果你這一輩子一直都非常的平順 沒有任何的大或大半 我確定你的守護營就會覺得很無聊 因為沒事幹 太平順了 那你來這邊幹嘛呢 你就是不急站不急見過日子而已 守護營需要你的是什麼 你要過了一種 我們講刺激好了 經過大過大浪的 你別到鼓底又爬起來的這種 他想體驗什麼 體驗這種歷程 因為這些體驗可以讓守護營得到智慧 所以我就講好了 我們講靈魂這個觀念是非物質的 沒有物質的情體 他沒辦法體驗物質的感受 所以講如果這一隻外座是非物質的 我扯斷他會不會有聲音 你看不到也感覺不到這個東西 可是他是物質體 我扯斷他都會強一聲 有體驗的 有感覺的 所以物質的體驗是很強烈的 那守護你就像這個非物質 他是沒有體驗的 那他需要你的肉體怎麼樣 來替他體驗 通過你的體驗 通過你的情緒 他會知道這個體驗是POPEN 丟臉苦大 他會知道 那麼他需要這樣的體驗 再來就是說 如果今生這個課題你沒有圓滿 來一次你也再來一次 所以你沒有體驗過 沒有考過 你來就會再選擇一次 什麼樣的課題 而且相中那個課題 再讓你體驗一次 穿越你還有不同的課題要去體驗 所以我想想說 我們每個人真的是要為自己的經驗入職 比如 你若你覺得你現在想像 想得不在乎 你抱歉的話 那代表什麼 你過去做了很多的抱歉的事 因為你過去做的事情 是現在的過 如果你現在長得很雙眼的話 也代表什麼 你過去做了很多的雙眼的面上的事 安心的你現在的長相 所以人真的必須為自己的經驗 不起承認 只要跟人家以為說 我幫幫幫幫幫幫幫 真的真的好 不需要 你自己過去做了什麼 你呈現了這個現象就是了 那也就是說 我們的靈魂體呢 它會存在我們的四周圍 經過你肉體的體驗 好啦 不足以我等人 賴臨 就是以外的靈體 我就說我外臨的人 好 外臨靠近你的時候呢 我確定你會有不同的感受 各位你們注意看 會公明的人 他又公明的時候呢 就是居然的打直 居然的打哈欠 或者穿白眼 或者手肘 那代表什麼 他接收到另外一個電腦 不同頻率的存在 好 假設 這個賣光 是一個無線的收音機 那這台收音機 會收到固定電腦的頻率 聲音很清楚的 可是 如果旁邊有一台手機 手機呢 要響之前 手機要接到訊號時呢 這台收音機會怎樣 接 接 那麼這位出現 那麼手機的訊號就是 這個收音機的什麼 壞臨人 這樣的概念 也就是說 當我接收到 不是屬於我臨體以外的境外的靈體 實在是 我的身體會有一些不同的反應 知道 有的嚴重跟我們講 卡道理人 所以儀器為什麼設得出來 因為這次要講 有不同的必須原因 很簡單 那 壞臨護身的時候呢 當然這些通理的人 他們就會怎麼樣 開始打折啦 有一些反應出現 然後 就開始會講說 哇 你過去有什麼事喔 未來會有什麼事喔 都講得很準喔 更可怕的是 他會說 我就是關心不大 我就是釋迷火 我就是王武良良 我就是地宮 諸如此類的 我常講說 好吧 你說你是關心不大 麻煩你秀的聲聲 讓我看一下 我怎麼知道你是呢 很抱歉的 大部分是騙你的 至少 至少 到目前為止 我所做到的這種個案 最公明的人 不管他公的 是不關心不大 是王武良良 是什麼 至少到目前為止 被我做到的 沒有立刻跟真的事 好 我舉例好了 讓各位再念一點 我曾經做過一個 也是一個出家法師 來上我的課 上我的課之後呢 她就來打我 說 OK 所以我告訴你們 我有個女弟子 她本來是不會公明的 可是說很奇怪 她一年之後以前 確實讓日本回來之後呢 開始會公明的 而且通的就是關心不大 然後這關心不大呢 她想你們過去 現在未來 也一直都講對了 所以每個都確信 她通常是關心不大 所以 她很多人的弟子 就是跟她問 問說 不大我該怎麼做啊 然後 我看看我的先生會怎麼樣 我才會怎麼樣 就一直把她問了 好像在問怎樣 這個師父上網 我的課之後 剛剛知道 現在對了 後來他們邀請我 我去幫她的這個女弟子 做的通通 是一個派帶 住北部 開了一家 兔子餐廳的一個老闆娘 那我就幫這個老闆娘 做一個真實通通 我就說好吧 請來為關心不大 出來講話好了 原來這個派帶就說 她去一趟熱課回來之後呢 她每天早課晚 客都是在拜關心不大 有一天在拜早課的同時呢 突然她所拜的 不上潛靈了 她很感動 她所拜的關心不上潛靈喔 她也直接搭配她的 而且告訴她 你的先生最近有什麼狀況喔 小心喔 你還是過兩天會有什麼事喔 欸 依依都靈驗的 她就確定她說 你是關心不大喔 後來就說好吧 那你才會關心不大 回來講話好了 一開始她改了給我 我懂的話 我說你剛剛講什麼 她說是天語 天語我就不懂 我是人類 你說人不能把天語 轉成中文 沒問題喔 這就算語成中文 好啦 她就上校戰爭的 啊啊啊 我知道你今天要來幹嘛 你現在要來趕我走的 我說她這樣太好了 我就跟你講了 你照你之前 她就喊來告訴我 她說她不是什麼關心不大 她是一個在日本當時 因為戰爭戰亂的時候 她這個這碼台子 為一個三個劣大的嬰兒 和一個嬰兒 死掉之後就是到處亂交了 交到一張 她在日本一張寺廟旁邊呢 聽到比較重心的聲音 她變得蠻喜歡的 就在那個附近台灣 就走 這個太太就是去那家寺廟去拜拜 她看了這個太太 長得跟她媽媽有點像 就跟著她回到台灣了 然後她看了這個太太 一天就好像在一番金服上 她就想 欸好玩喔 就照她所拜的樣子事件給她看 她就想到這個太太那麼一樣的感動 於是呢她想要來做完到底了 就讓她知道說 小生理先生最近有什麼狀況喔 女孩不會做什麼事喔 欸 正名她提一個理念 這個太太當然就更確信 自己通的這關心活差了 而且她在國中剛剛都還告訴我說 老師你知道嗎 賺命長得對喔 她們說我是在貼命的人 我是在死命的人 我們要去做這樣的事 我可以通過這個方法呢 幫人家消災解讀 可是我幫她國中 她自己看到的 不是怎麼關心活差 不過是一個三個月下的陰兒 而且是日本的小樑海而已 好啦我就說 讓你跟這個太太過去 有沒有任何一面的戰 這個條件都沒有 她只好玩跟著她 她說既然沒有意見 我畢竟幫你動走 要動走的時候呢 這個太太居然說 我想說老師 不要動走她啦 我說為什麼 沒關係啦 這我可以幫她消災解讀 而且我也對於做這種事喔 我說那你以前不知道她不是關心音喔 你現在已經知道她不是喔 還要這麼做嗎 所以看見老師 你是我吃就好了 我們再想出去 當時我很無賴 為什麼 因為她在執意 她用這個方法 幫她消災解讀 她認為自己是戴死命的 戴死命的 她也決定過這種事 後來我的時間 其實在故意啟發過風的 我知道我尊重你 因為當時人感覺好像人家族的人不想送客人 那我算什麼 那我算什麼 那我尊重你 至少讓你知道你風 我就會進行大了 帶我去那位出家事務 他也不知道整個過程 我就報告事務 抱歉 這一個關心服叫我這種動作 後來那位法師 今天學過了正門的 他再回去幫她做了一個多多 今天是那做一日法師嘛 那個事務講我去送話了 他說 你以前你不曉得你風的不是關心音 那現在領導這個方法 已經讓你知道不是了喔 你還執意這麼做的話 你不是在誤導動政嗎 各位 這是誤導 我明明不是關心不散 我去騙你們說我是 那是誤導 那麼這個事務講的已經更動化了 過去被你誤導的這些人 如果一直指你不誤 不斷來輪委 你陪著人家來要不要 哇 畢竟那個太太也是學我的 正門來提起 然後這個事務講的動化 太太真的提起 後來才有那位法師呢 用我們的波動步驟呢 把那位關心菩薩給送走 那位間接的送走一個關心菩薩 我要跟你講喔 生這個菩薩 生這個菩薩 絕對不會有這個方式來 各位 為什麼它可以知道你的過去 現在未來 原理很簡單 我要跟你講 任何一隻阿貓 阿貓的民主 都有辦法知道你們過去 現在未來 一點都不困難 我覺得跟選 歡迎來喊就好了 我們是肉體 我們是物質存在的 物質存在的空間 我們稱為三度空間 任何物質有長寬高 這三個微度 這叫三度空間 物質存在的 就是超越三度空間以上的 我們知道的是什麼 平面空間 沒有立體的 平面空間叫二度空間 二度空間 以下的一種一度空間 是近近的 沒有平面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三度空間 我們來看二度空間的存在者 什麼是二度空間的存在者 螞蟻 滾頭 也就是這個嗎 好 你看 螞蟻呢 牠在地板走 你從上面看著牠 看牠們到你 所以螞蟻可以怎麼樣 走牆壁走通好板 不會掉下來 因為對牠而言 牠的世界永遠是平面的 牠沒有立體的觀念 如果牠有立體的觀念 我確定牠走在通好板會怎麼樣 我們就要下來 牠們就覺得居高震 不曉得怎麼走下去了 好 對牠來講牠的視野永遠是平面的 牠沒有立體 好啦 我們三度空間的存在者 來看看二度空間那隻螞蟻好了 比如 這個很大的桌子 這個螞蟻從A點走到B點 牠會經過許多的傷害物 比如 第一天牠遇過了一個 很清楚爬過這個 這個石頭好了 一個大石頭 第二天牠剛才遇到一把火錐 第三天會有一個水鍋 就是擋著牠 水鍋的旁邊有一個糖果 比如 那麼 這邊這螞蟻走到了 石頭火錐之後 然後 兩天半之後 你遇到牠了 你可以跟這隻螞蟻講話的話 你說螞蟻接生 你半天前 是不是遇到一把火 你才能被燒死對不對 比如你好準 你怎麼知道 你一天半前 你是不是遇到一個大石頭 你很辛苦爬過去對不對 如果你說 對 小青蟻螞蟻 我告訴你 半天之後 你會遇到一條水鍋 如果你到螞蟻沒有被水淹死的話 後面還有一個糖果在人裡 當過了半天之後 他遇到那條水鍋的風神 他回想起你 他會說你是誰 神啊 當你再次再遇到他 他也會被你做一個通錯 我拜 神啊 告訴我 我還有什麼鐵爛 還有什麼不報 當時如果你心情不懂 你一出口才把他淹死 他還以為那道天鹹的 他哪裡做錯的 各位 我們三陸空間的物質 存在你來看待二陸空間的這隻螞蟻 這隻螞蟻的過去 現在未來 是不是跟你看得清清楚楚 反之一然喔 四陸空間的物質 存在誰 來看待三陸空間的我們 很抱歉喔 你昨天遇到誰 你一定會發生什麼事 人家早就看到了 跟我們看螞蟻一樣的自然 所以我用這個深色的觀點來證明 公民的人 知道你的過去 現在未來 一點都不足為奇 因為一隻貓都可以做到 一隻貓都可以做到 一隻貓都可以做到 進不來 只是說 這些人會舉進一頂 他們會說 他是來自於關金鼓大 皇母娘娘什麼的 只是說 我覺得 國天上的十四陸空間的軍族 軍族 軍族就有寫說 若以真正求我見我 皆不能見無來 有的聲音 有的聲音 像跟你講 他是如來 他是佛 他是佛 你已經不是見到如來了 是人情寫道 我見了這句話 那今天像明明大概這麼寫 人呢 為什麼明明 代表不這麼相信呢 就相信有的東西 他是佛 他是佛 他可以聰明 他可以幫你改運 都是外球 所以 我剛想過 那些無情的存在 他必須利用你所信感的神 或菩薩 來自見 來讓你平行 然後利用你 來行使他個人的意思而已 我做了這麼多的郭東個案裡面 真的 非我中手的五六十個專心菩薩 也非我中手的二十幾個王母娘娘 也中手的好幾個四加坡林果不見 我第一次中到一個四加坡林果也很好 我分享給各位朋友 有時候去台北千古上課 然後有一個學員呢 我們課程當中會有郭東附送的演練 然後放在這郭東的時候呢 他一國都很開國 打手藝 你來進去 那我一看就大概知道狀況了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這麼比 他說 哇 這是四加坡林果 太好了 我找個場 先說一點 所以我就找到第一次 我說 那你為什麼這麼比呢 他說 嗯 我要讓他修行成果 我說 如何讓他修行成果 他說 他念二十遍你去這樣聽 我說 二十遍就夠了嗎 他說 不對不對 要三十遍 還可以吵架吵架好不好 嗯 那麼 我就問他說 那你到底是誰 他也是跟我講 我是四加坡林果 我說 我了解你是誰 他很漸漸地告訴我 他是四加坡林果 我還是很漸漸地問他 我了解你是誰 他比我還漸漸 他說 他就是四加坡林果 好啦 我就問他說 好啦 你看 你曉得 你現在是非物質存在者 他認得一下 對啊 我是非物質 我無所不在 因為我是活 好 那我說好 那你回答我的問題喔 一個非物質存在者 如何度外一個有物質的肉質讓他等我 哇 他打不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 你說 真的 我想聽你講話的 喔 四加坡林果 那我來講什麼話喔 我說 我現在講 每個都要去 你要不要聽得到 我說對 我說好啦 我看一個小時候問你好了 你來去哪裡 你可以告訴我吧 你來去哪裡 巴拉瑪 講得很快 我聽懂 你再講慢一點 巴拉瑪 喔 我聽懂的 你去個國家的名字嗎 他說對 欸 四加坡林果 我不是來去 運輸或林果 我不是來去巴拉瑪的 我就 用波羅的技術去找他的 嗯 所以我了解 你回到巴拉瑪那個國家 當時你發生了什麼事 我問著商店而已 他眼內盲掉下來 一直哭 說沒關係 你先告訴我 在巴拉瑪那個國家 你發生什麼事 他來告訴我說 原來他在那個國家 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女 最生的壯子 死掉之後呢 也就告訴我 這個學員 所以說是有去巴拉瑪那個國家 安心 那麼 他回來的時候呢 他就跟著他回到台灣 然後看他學那個打手 以為這樣可以休息生活 就附在他身上 後來我也是問他說 你跟這個人過去有沒有任何遺憾實在 如果沒有 也只是好玩跟著他來 後來就把他當作一個個案來撲通他 就把這個無情動生當作一個個案來撲通他 我讓他先回座到 他在巴拉瑪那個國家怎麼可以造成的 為什麼 只要做一個留在人間 我一直重複那個過程 後來重複完之後才幫他送走 那這個學員還不太會瘋了 所以我發現很有趣 很多會瘋的人呢 擺到我們學公司 都會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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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意味著什麼 那些無情存在 只有他們存在原理 我做了這麼多的過程 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無情動生的存在 只是存在他一個思索的想法而已 還有這個思索的想法沒有被化解 他就一直存在著 可是我們剛才講 我太天沒有肉體了 各位 如果我死了 你們看不到我了 我沒有肉體了 我死掉了 那我在你面前會不會走 你看不到我 可是我會有點生氣 你為什麼看不到我 我當然會找一個看得到我的人 那個看不到我 我就利用他 來替我表達我個人的意圖 那我要利用他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必須利用他所信仰的神明 或主上或我這類的 我才能夠表達我的意圖 而這樣的一個存在說真的很苦 為什麼 你我死了 你不看不到我 當然我會在於什麼 我的太太好不好 我的孩子過得好不好 我想抱我的太太 抱不到 我的孩子跌倒 我想扶他起來 扶不起來 你見我看到有些水 我想喝 我扶不到 所以你們了解這種存在嗎 這種存在 就像我已經講的 求不得苦 我拿不到 我們在人世間 我們有肉品 我摸個 我可以隨便拿錢來喝 我可以止渴 我看到地上人家拋掉 我可以寫得起來 可是這個無情存在神 他沒辦法說任何事情 大概依舊給他們靠大家 依舊給他們存在 人家已經沒有存在了 這種存在叫做執著 可是我執著人世間的這些現象的時候 我無法給摸 那麼 很多 我們都知道 很多像災難的現場 比如空岸 地震 海礁 這些現場 會有很多法師到現場去辦超過法會 對吧 其實這是有意義的 為什麼 我法師能透過法會來告訴這些災難的人說 你們堅持人 很殘酷的事實 就是你們堅持人 透過法會的經典的內容也好 提示也好 讓他們知道你們堅持人 我告訴各位 有很多 有空岸的人 他在飛機上睡覺 所以飛機不想報告 他以為現在還在飛行 九二一大閉症的時候 當時半夜出來旁邊垮下來了 他以為現在還在飛行龍 他不知道現在飛行龍 他就不曉得 所以來講 實現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大家現在已經隔了十年了 他不認為已經隔了十年了 他一直以為這樣還在飛行 所以這些法師能必須到現場的量 辦超過法會 辦許這些王者說 一定是的 很殘酷 那我們跟郭龍一樣的意思 我只是說說他 讓他知道 你已經死了 那問題是 他的執著是甚麼 而這執著的內容 我們必須幫他化解 化解到之後 他才有辦法 操控 其實我覺得 可能大家會問說 那到底這些王民 被送去哪裡了 有王民收容所嗎 有王民集中營嗎 我告訴各位 我用個概念來輕鬆好了 各位 不妨像一條河流 這條河流的水一直流 往中流一直流 水一直流 沒有斷過 可是出來 河流中央做了一個大石頭 經過這個大石頭 水會形成漩渦 漩渦的水都一直打斷 就會出來了 另外河浪旁邊 找下一個樹木 這個樹木擋到的水 那邊也是送不出來 其實很難止水 可是河流的水 依舊再流 從來沒有斷過 但是被卡住的那個石頭 的漩渦呢 那些水永遠送得出來 被樹擋住那些水 變成石頭 流不出來 好 我們過往的生命支流 就像這個卡住的石頭 卡住的樹木一樣 所以靈魂 它會被過去的事件所卡住 而卡住的時候 它撞不出來 它無法解剖 可是生命支流 一樣再流 沒有撞過 好啦 我們溝通回座是怎樣 回到過往 把那個卡住的石頭 給清除掉 卡住的樹給搬走 讓那個水氣去流而已 所以沒有送去哪裡的問題 各位 我要這麼講好了 齁 當你有親人往生的 你親中會不會有掛愛 會 而掛愛是什麼 我在擔心親人往生 我的媽媽或我的爸爸 比較是又過得好不好 那現在是不是還沒有病痛 當我還在掛愛的同時 我就跟我的母親或我的爸爸 親戀相繼 而這個因緣相繼的同時 會導致 父母親的亡靈無法解剖 因為 他會看到你 為了他那麼樣的痛苦難過 他也會捨不得你猜 就算有極樂事件 他也到不了 因為 會有點想像 如果你有孩子 看到你孩子生病了 他會生癮痛苦難過 說父母覺得我們會怎樣 走在孩子旁邊 雖然我們無往不相當他的痛苦 我們沒辦法醫治他的病 可是我們只能守在孩子旁邊的 所以 從必應可證 如果我的媽媽往生了 他看到我 為了他那麼樣難過痛苦 不吃飯不睡覺 我的媽媽一定會守到旁邊 捨不得離開 人公執心嘛 好 那我這個王民也是一樣的道理 他執著在人世間一定有他執著的原因 而他無關解脫了 再就是說 我們在生的人 我們的思念 我們的難過 我們的悲傷 會導致他天半路的 好啦 當這樣的情況之下 對王者來講 就是可哉的 對你來講 王者也可哉的 可是各位 我們所謂 眾所亡靈的意義是什麼 就我的觀點來講 不過是眾所你心中的掛愛 當你的掛愛所見的 你真正放下了 所以王者是解剝 所以你是放下 這樣就做到我們講的 真實兩相安 所以說 我們要授手的 不是王民的問題 是你心中的掛愛 比如我們有做過很多 拿掉孩子的人 他已經過胎過 這個媽媽過胎的時候 他會不會有掛愛 一定有 他掛愛這個孩子 當時為什麼拿掉他 所以拿掉了 他心中真正的掛愛還是不散 所以我們要送走英靈 不是送走那個英靈 而是送走這個媽媽 對這個孩子 英靈的掛愛而已 如果他掛愛住了 英靈就不散 剛剛解剝了 英靈也解剝了 我希望各位 對 我用很科學的觀點 來採視這個問題 來說更理解 這些無形不在的原理 而且 我發現這些無形的眾生 他們有很深的執著 包括他原來 宗教信仰的執著 他人世間原來的執著 他都會執著 有一次 有一次 我 我們去那個 菲律賓 柏河島那邊上課 那 我們有個學員 他很明瞞 他就是有聰明的品質 他常常會看到那些無形眾生 那我們就答應 我們去到菲律賓 那我們在柏河島上課的時候 那個學員就是說 他看到很多的無形眾生 當時跟著大家 那我講 尤其 菲律賬很多邊的地方 可是我說 好吧 我們就跟那些無形眾生 來做個溝通好了 他說老師他們出不來 我說他們停留在哪裡 說他們下飛機之後 我不是過海關嗎 那些無形眾生 要過海關 出不來 我說不對啊 為什麼他們出不來 所以無形眾生說 因為他們沒有先生 過過海關 他們執著 人世間的簽證 他忘了自己隨時可以來去這裡 他忘了 他執著到簽證 才能過海關 所以他們停留在海關裡面 後來我們就用溝通原理 跟他們溝通工 你們不用執著了 而且讓他們了解 當時他們怎麼指的 當然啦 這些網友很多 都是公開保網生的 他們執著在飛機上 執著在基督 他們過不了基盤 那我溝通上來 知道說 原來這些網友只有那些資格 之所以人世間有利規則 之所以人世間的這些公交儀式 都會 說真的 各位 你越了解這些無形眾生成家的原理 你越對他們 你沒有任何恐懼的可怕 以前你會知道 只有網友 還有外聯 還有印第 還有電機債組 你避免都是霧面的 都是害怕的 恐懼的 其實來自我們對他們不了解而已 當你真的了解他們成下的原理之後 你越會生起一種慈悲的 重慈悲就是 你了解他們成在這種後 一種苦 一種 所以我剛才講求不得苦 愛別以苦 真是一種苦 而且那種苦是無體性的苦 因為他們沒有時間的觀念 所以 一個死所可以停留在這個宇宙幾千年幾萬年 也不開放不開 他們活著了 他們沒有時間的觀念 那種苦 就是我們講的無間地域 所謂無間 沒有見證的 沒有死期過的環擾 沒有見證的苦惱 這樣挺有助的 所以當我們越了解 真是無理重生的存在的原理之後 我們會身體更大的慈悲 來看待他們的存在 我們有一個郭農司 郭農到一個個案 他也是遇到一個個案 這個跟本身有關 明星在庫 顯示明星在庫跟著他 然後我剛才新生也正常他 郭農司就很耐心的引導他 好好回到前世呢 去化解當時他的恩怨 確實這個事案 顯示障礙那個人很大 非常障礙很重 那麼 新生他用這種方法 來讓他抱他 所以他不少給讓他體驗 當時他的恩怨 公司非常有類似的引導 去化解他的恩怨 然後後來終於化解了 要縱走這個冤心在庫的時候 這個冤心在庫這個無情眾生 還特地 對我們的公司 特別的感見他說 你知道嗎 你是我第一個遇到 肯坐下來 好好聽我講完話的第一個人 其他的人都是用怎樣 用其他人應該把我趕走 然後敢不走我 你知道 如果敢得走我 我現在不會有再讓你活動 而你居然是我第一個遇到 肯坐下來 好好聽我講完話的一個人 他反而站在我的脖子 因為我們的耐心 我的了解 我們化解了很多這種呼吸重生 我講一個案例好了 曾經有一個學員來上我的課 或者他每天都要擦火車 來五公斤 那麼他有做早課網課的習慣 他來或者擦火車 他就乾脆早課在火車上做 然後我們說 然後又要裝大約多朗 請進來 重幾天之後要回降 他會回降的時候 他就起了一個想法 他就想 這要回降給誰呢 不如回降給 在火車、鐵道上 所有的這些意外往生的人 這樣就呼吸重生 又起這樣的想法 所以就回降給這個意義重生 然後他來靖子上課 然後那邊也很早 稍不到 我們有一個單元 就做人家講 這個呼吸重生這個單元 那天 ago 在做波隆眼鏈的時候呢 這個線一直打折 平靜的打折 那剛剛索德看到說有一點問題 我就問他說你為什麼一直打折呢 我請他去別查 他說喔老師很多無疑中的這個我 我說那跟你有因緣嗎 他說沒有沒有 可是好像是我早上隔一下他們在打折 我說那你組一下到底有幾個 他組一下總共十八個 十八個外寧跟他來到教室 這十八個外寧說 這樣你去看一下 這十八個外寧跟你們有認同一點 他說沒有 是因為迴降的跟著來的 好啦 我就要來看一下 這十八個無疑中的是什麼指的 都是鐵軌上地外指完的 有一個是爺爺在那裡就是要做鐵軌 爺爺說你乾脆等我去對面買個鑽煙 對鑽煙買個鑽煙 就買鑽煙就這樣了幾天來了 忘了就是在這邊 所以尿急通過需要去找炎炎 結果就放一個人這樣子 有一個是在我們嘉義 媽媽請 他是一個十五歲的小男生 活動生 媽媽過平標道開車 過平標道說請他下身 然後說等一下會來電啊 結果下車沒有多久 另外一步真的通過來放死人啊 現在比較到大 另外一個是呢 我是太急被擠架 鐵軌摔死人 把這十八個死瓦都捧啊 我就一個一個讓他們去看他們怎麼指的 那個學員在過路上 一個一個都看到 幫他看見怎麼指的 我們就一早這十八個無疑中的呢 我們算了重複面對當時的一萬死瓦的過程 重複面對完之後呢 其實各位 無情重生 只要你說面對死瓦的事實 就可以解剖了 我們來講 除非他還有一個重複火 火車的話很容易解剖 重複面對完之後呢 我們就重複那十八個無情重生 所以我這個學員就看到 哇 他們都化成光子瓦的一個離開 但 有一個不離開 我們就說 好吧 那麼在郭隆那個 最終他會離開呢 原來就是那個 在嘉義被撞 撞撞撞的那個小男生 他不想離開 我們就有種路上跟郭隆說 為什麼你不想離開 他說他有放上了答 他說他的死 不是意外 剛剛那些人死都是意外的 剛剛那些人死都是意外的 但他的死不是意外 為什麼 當時他的媽媽請他 開車到停下到 請他下車等他 媽媽說去買個東西 帶回來接他 他在等的時候呢 開車重複他那個人 那個司機 居然是媽媽的好朋友 哇 這個事情大搞的 為什麼 可見 是有 有一謀的 瓜爾翔看清楚 我說為什麼媽媽的好朋友開車重複你 他看清楚的 原來是他的媽媽為了領保險金 請自己的好朋友送給自己的孩子 領來好幾千萬的保險金 哇 這個事情很大囉 因為為什麼 很顯然這個媽媽是魔材愛命 過了保險金 好啦 我們就 當然還是看清楚 我說後來 那你媽媽怎麼了 逃到媽媽你的保險金之後呢 那幾年 日子當然過得不好 因為很恐懼 心也不安 後來也選擇出家了 可是出家 進了解決上心也不安 後來這個 這個媽媽也得了優異症 後來往生了 那我就知道 有一個很大的陰險存在了 所以難怪這個 外人不能離開 因為他有戀 沒有辦法離開 我就說好吧 那其實你的媽媽 觀想你的媽媽在你面前 我們那個學員說老是不用管講 他的媽媽一直都在 那太好了 我就請這個媽媽說 你 你 融入當時你的孩子 她有什麼感受 當然這個媽媽自己知道我對 她說老是我知道是不對的 我不應該為了錢 那一輩子充足就對了 我就叫她去做唱會 我們就請這個媽媽 最任的孩子面上委 然後面那個 我們那個國家的唱委的能量 反正到一切我今天善委 的時候呢 我拿淚流反面 我就要一直重溫這句話 一切我今天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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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聽清楚喔 媽媽跟孩子都是無情共生 我們這個學員呢 都是跟她的事 善委是她盡量念的 哭也是她盡量哭的 你懂嗎 好啦 善委了外面之後呢 我看這個媽媽也真心善委喔 然後我就請這個孩子表達了 我說既然媽媽也是要做的 她也往生了 所以媽媽的唱委 也能原諒媽媽 哭 這個孩子說 不行 她出國不如 她出生 她怎麼可以為了解摩才害命 我是她的孩子呢 她一直破裹我媽媽就對了 當然我可以了解 真的很難原諒 一個孩子 居然對媽媽 就這樣幫我來對待 很難原諒 我再了解這個媽媽 再真心的唱委一次 她也是不斷的唱委 可以留滿面喔 這孩子死都不給人家 後來就知道 體力還有更少的音量 我說好吧 你們回到前次好了 先找一下你們最早的音量 到底是什麼 這個孩子 還問我說 差不多我們這回學生 反正你們沒有問題 你們沒有任何干擾 我們請這個學生 差不多你們 根據我的指令領導 我們一組的解釋 這名票 跳到了明朝那一次 我那時候也看到了 有一個想自在明朝 她看到一架客棧 客棧有一個殿小二 殿小二就是提供的港男生 然後客棧有一個客棺來吃飯 然後吃完飯的時候 她帶了一載的基金珠寶 然後吃完飯之後 她就去洗手間 結果這個店 找到來收拾鍋子的時候 看到那一架基金珠寶 就當然摸走了 那頭有時候 脫掉馬上放在這檔裡面 然後張舊臉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客棺 上完洗手間回來到街上 那一架基金珠寶 那一架基金珠寶 不見 就找我來說 你剛剛收拾鍋子的時候 有時候看到我那一架基金珠寶 很重要 都沒有 這罐你的東西自己保管好 我不負責保管你 這裡客人都不說 我本身要給他 你承認 他當然不承認 所以這次負責金珠寶 其實也是太重要了 我那一架基金珠寶 很重要的東西 他不敢搶金珠寶 他會很重要 你一定要幫我問一下 沒有其他的客人 有這樣我看到的 你故意幫我問一下 不知道對啦跟人家講 他說不行啦 客官你這麼做 我怎麼做正義 我怎麼敢問人家 就在場的時候 客官眼睛看到 欸 問起來底下有那個東西 那一架就是他的啦 就那一架 那一架 然後就跟人家說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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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活活的把那个客官抄死了 然后把这段地区保占的基友 各位,当时的客官就是今生的妈妈 当时的第小二就是今生这个小明灯 今生这个小明灯 看得很清楚了 请问,谁要跟谁上的? 我就说,既然前世你也做了 今生妈妈也做了 你自己报还你报了 故,两个互相探文 两个都有做 而且已经报还你报了 我那个学好可怜,就不敢他的事 就不断人比较探文 不断人比较探文 然后这一种反面向 探文完之后我就说 你们两个人彼此被关注了吗? 当然啦,都同意关注了 也看到英国观念了 然后又综合说 我们那个学看着大家理解的时候 他说 所以对母子呢 跪在这种结理说 他非常谢谢我家的姻缘 让他的设计可以领过 不然以后会的这个 不断人比较探文 也就是痛苦 还真正的痛苦 所以我的追踪想就是说 很多无形众生的存在 我做了这么多的多文字在里面 我真的看到了一个事情 他们只因为成果 或者因为人世间有畏有诸事 有隐形 有未圆满的事情 而无法表达 然后我自己方向表达 方向圆满 通常讲得多年版 这样要表达完 之后呢 这些无形众生的人都可以成果 所以 我严格最终的过程里面 都真的 真的做过很多很多的无形众生的问题 坦白讲 我没有阴阳眼 我不会公平 我看不到无形众生的存在 比如说八岁 你都没看不到 也许他最终的 我真的看不到 但是我做了这么多的事在里面 我总是在身上真的看到了 他们是存在的 不是我要这么讲 他们存在 就存在他们的想法跟执作而已 你只要有办法 霸解他们的想法跟执作 他们也想要这么想 其实 都是一个执作的想法而存在 当这个执作的想法化解掉之后 他们真的也会存在 所以教理无形众生的存不存在 我这也是想法的问题 如果说中诚的执作 为我们来讲无形众生的想法 根本没有 但是因为执作 他们确实就是存在着 而自然感觉最明显 所以明显看得出来 就是说 透过这样的个案过程当中 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所有的身无形众生 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执作而已 所以我也呼吁各位 今生呢 你该圆满的 趕快去圆满 还没有了得咱们却了 结果别人呢 只要有任何的意见 树立出来 如果 到我们往生的时候呢 真的 讲我一样的地方 这个人间 希望对人是有任何的结果 说真的 说真的 我们以前都会说 有些人往生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在旁边哭得太伤心 太难过 因为这些企统会造成他的执作 的化碍 甚至致死 可是我要说一下 你叫一个人不哭很难 有时候我认为说 该哭还是哭一场好的 痛哭一场没关系 但是呢 你该化解还是要化解 该面对还是要面对 那么 我们有很多人走出这种 新人往生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那个境界没有改变 你对新人往生的那种 思念 悲伤 那个气息一直都在的话 你相对的来讲 对方也是一种化碍的行动 所以 我是觉得 我们要义求自己的情报 对 先把自己的信能够放下 看过生死之后呢 也看过生死的人也在化碍 那么 对自己往生的新人是如此 未来我们自己往生都正要如此 那么说真的 我们都要谈休息 如果生死都无法面对 咱们的休息呢 其实说真的 我们已经 如果我刚才讲 前世轮回 所以已经被证明了 我们已经轮回那么多次了 我们死过N次又N次了 你还会在乎这一次吗 你已经死过那么多次了 如果你七点自己看到 你过去每一次的死法 你已经死过N次了 你今天还是本带者 你对生死的承受 你会有一定的关联 就是过的 所以 所以像我们要给你 自己讲的 我哪里也死过 我们真的 我哪里也死过 你只换了一个肉体 再来而已 所以我有办法 让你看你的解释也好 让你跟网民对话也好 跟网民对话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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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说是 过往我们记录的内容 你只是把这些档案 打开来对话而已 所以这一点都不困难 所以我只是把这些东西 用很科学的观念 很科学的步骤 把它完成 那么 也因为这样子 这几年来 我不断的教这个技术 不断的探测 不断的探测 不断的演讲 包括到国外去 也真的 数十万人送过这个技术 改变我们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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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的看法 而且 像这种很真正体验 叫做成是因果 然后不只是教导式的因果 是真正的体验 所以 我就要说得好 福大畏因 众生畏果 我们众生就是不了解因果 所以 果报现在的人才会碰啊 难过啊 悲伤啊 苦啊 可是 福大是年因都不敢碰的 他们说要是因你碰 背了什么果报 他们年因都不敢碰的 如果一个人能够 特悟了解因果观有趣的话 我想你就会跟福大一样的 年因都不敢碰的 而我们是在福大历程 来莫比台南过 所以已经太晚了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 能够借由今天 这个演讲的单元呢 分享我所做的这些事案的事件 给各位 如果分享我 对这个基督的研究 那当然这个基督呢 目前 学术界资料还不多 但是 我有一个学院 他透过这个技术 也在这边得到一个 厚实学位 跟你共同一个 运用的一个 按理局的研究 那 目前 像西藏或政府那边 也准备要去往上那边 一个医学院 作为他们正式的一个 就是这个技术 在医学正式的经典技术 因为他们发现 人的经典能改变 若取其境也会改变 而且在我事案里面 也确实看到 人的经典的改变呢 若取其境会常会改变 那他们希望把这个技术 纳入在医学研究里面 透过心理来治疗若取 如果说 能够纳入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 未来的传计 连医学界呢 对这个技术都会有一些证定的 那也透过今天的医院 非常多 对 那我就留一点时间好了 让各位来报问 所以我刚刚所讲的内容呢 或者这样的主题呢 所以有没有问题 要问的 你是不是留一点时间来报问 我就是自由发问好了 好不好 林老师 各位老师 大家好啊 感受到这个生命的丰富了起来 感恩 感恩 都一期化 幸福十年初 谢谢 谢谢 那我们想要问 请问的是 今天我们曾经去说 这个 台北那个 北陆医院那边看 看那个耳朵 他之前都是 学我都有在帮那个 尿尿尿道合上 往生以后 很用心的在念 祝念 说要念 我号 功德文像 連睡著好像似睡又未睡那種狀態都在唸 然後他去那個委託的地方去看 他聽我說在那個北路醫院那邊 就聽到說委託旁邊都有人在唸 然後他就問旁邊的人說你們有沒有聽到 水在唸 人家都說沒有 他這個困擾已經困擾了將近一年 他那個困擾要好好睡覺 然後去看醫生來做鼻鬥眼手術 醫生都說是鼻鬥眼道 他還去做鑽層掌 結果說有一些血管硬化有幾部中鋒 還有怎麼連鼻鬥眼都可以 電腦鑽層掌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個問題到底是成為 然後以前我在那去看那個道教的尖叫 然後晚上會有那個叫做發聲的吧 發聲的那種展示 然後開車回到半路 他說 所以我就有聽到那個 好像那個發聲唱歌的聲音 他就問說有沒有聽到那個在唱歌的聲音 對不對 我沒有 總長好了 如果沒有錯的話 就是說你的媽媽她 你比較容易接受到我們講 所以無情中間 會不會對話 好 那 那 這樣的話 就是說如果 她可以溝通 她這樣可以自己跟那一個無情中間來對話 那 如果她 不會來溝通的話呢 呃 你可以在她旁邊 你跟那一個無情中間講話 說 我說 請尊重我的母親 不要來干擾她們 如果你在那裡還有一緣 你這樣的人事件 對你們沒有幫助 給你們離開 尊重她 好 通常也會有點難看 就算你們來跟她們對話要對嗎 如果當事的人 你會對話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的話呢 你可以 就對著她旁邊講話 你就當作這一群人講話一樣 請尊重我的母親 不要干擾她 不要再傳訊息給她們 通常會有這種見面說 她跟她有勾告這些 無情中生的病情 請正常 那當然有人會掛愛 這樣也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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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謝謝 謝謝 喝 好想講,是有機會去幫助 對 如莊您剛才看過 老師是在 老師都是在維持集中 然後去 老師在旁邊的行動 那我問問她說 老師也是在 我們來進行工作 就是你的教訓 fired 你說說 你覺得到底我們怎麼在 然後去家裡遊作 然後去做 跟你們收晾 去跟民俄 透過推述做對話 對 我問你好奇 你是一張開主是怎樣 你就是 你這樣捏到線 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像全部都回响 那有时候我会想说 例如说 会想说 那今天这段时间就回响给 假如做好的一个灾难 那这样子 不经常我们都不敢直接回响了吗 再还有第三个问题 我会想说 假如中的有一些 他们这样的凝困 有时候就上天堂 他们没有什么凝困 那对于这个人的话 用什么的方法 让他们多做一下 谢谢 好 那就是这样 所以问你这个 在维世权里面呢 其实 作用研究过维世权 他只是在裹击人的经营结构 经营各种作用力 但是他经营写到说 可以把种子清除出来的一场观念 但是我发现 是我在 我有段时间对人的经营 也就有分别的研究 那么我也到国外去 有可以再做心灵性参考 我发现 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那我刚开始 其实我也是不断的经验 我一个一个慢慢的做 那我在过动的时候呢 我介绍他们进入新年正式的东西 很多反案全被打开来看 刚开始说真的 我 第一个被我回收到前世的特案呢 我也很怀疑 首先 因为我本身是学了建筑设计的 我很持理性的人 我很怀疑说 真的可以交到前世吗 可是那个朋友呢 我们认识的 他很肯定的 他回到前世的时候 他就回到佛丽基的教堂 他在前世帝的佛丽基的教堂 他在前世帝的佛丽基的教堂 他把那个岛人说的生活 情景都讲得很苦气 他当时的身份 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 他用当地的语言 蜀素的语言 讲出一连算的内容 可是我很确定我这个朋友 不曾去过佛丽基 更不会讲蜀素的话 更不了解那个教堂的内容 他却可以一无一时地讲出来 在当时我真的有点出疑说 会不会是他在唬隆我的 或者是骗我的 可是 我后来再做了第二学 他回到华国那一次 他虽然当地的语言 就是华文 他直接讲华文 可是我很清楚 他不曾去过华国 也不会讲华文 更不可思议那种 就是这样 一个两个三个五个 自己过错几天的时候 我才真的 把佛丽基督拖开来 也不会很比胜 不会怕说 如果是这样说 是华文 或是怎样 也不可能 那最多点是说 你说天主教会基督教 他们 认不认同这个观念 确实 我的学里面有很多是 不只是生活教徒 天主教的 教教的 习惯教的 毁教主的 习惯教的 宗勇 很多宗教确实不承认 文明 可是很有意思 当他们自己 看到的时候 他不得不要承认你 但他们的宗教 还是不承认文明 他所信仰的宗教 都承认文明 让他自己看到的时候 很清楚明白 所以 不会因为那宗教的信仰 人的宗教的信仰 就看不到自己的形式 不会 而且我说过 我鼓励上去求证 回到那个宗教去求证 或者去找当时的历史指教 我们有很多宗教 我们有很多宗教 基督教来上去的客人 他们很清楚 就是要说 他看他们是真实的 所以 不会因为宗教的分别 而导致 让他们不好 结果 因为人的宗教 结果是只有两样的 希望人和宗教人 没有差别 那 你不再问你 就是说 希望人他们的 观念里面 有对我们宗教的观念 所以我们宗教人 是不一样的 我这么讲 我们宗教人只要要 高名词 高姬词 那希望人就有这种观念 那意味着说 希望的宗教人 就比较穷 因为他们都收到钱 你懂吗 你先有这个道理 好 其实就是人类的分别而已 人类对自己宗教的执着 的分别 所以 我又讲 好 往生 很多人都说 看到光 其实我就讲 光就是光 没有什么 耶稣基督的光 是玛利亚的光 或欧洲的光 不是人 光就是光 是人类中的分别 而定义那个光 是佛罗的光 是耶稣基督的光 就像你弟弟而已 所以 我这样就说 在哪里 好 好 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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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在我们地区上有 有一晚上 我们有帮您 你们中心做的那个 工作人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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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发现你们这 之前多分的这个技术 跟我之前 这一次的一个 代理集的 新衣技术 好像还蛮有感人 所以我想说 这两个技术 跟这一年之间 表示你觉得是 张总还是哪里的 好 好 第二个呢 你说 透过这个技术 他自己在一次层面 的 那你在一次层面的话 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 也要在一次 别放了这个技术 就可以做 那你们现在 是不是也可以自己 去做判断 他要不要回答你 或者是说他自己去 是他看到的那个 片下 那这样子 你们如何 做官员去 认识说 这个就是他的层次 好 然后 对不起 对 那下来就是 嗯 我不曉得是你自己 有被你勾通一次 然后你自己 看到你自己的层次 好 是不是也可以做专业 对不起 然后对不起 还有一点 我先好提教练同学 对 因为我之前 正好 我任意在台中 那我先知道 一位移植生态 就是用这个 也对以来帮 他的病患 和这些检测 那 但是我发现 你对你好像 雖然是蛮神奇的 像你刚才讲的 你对你去解释 有卡因 你可以照正食堂 所以你可以 看一个题目 跟听到 你这个 可以出发问题 可是我发现 这样子 也对你 你不能在短时间内 重复问 他要问第二次 因为他就值得 然后我就 问了一个 我说 那怎么也这样 那如果是一个科学的证据 他问题 不能被重复解释 就是 终于我的问题 好 莫雅 不是有问题 我还要忘记要提醒我 第一个是你说 但遗体跟我们 跟 睡眠 有没有 共同性 在差别近 表面看起来 三者的接触是很没同 那种是一路一路的过通 一个是一路一路的过通 一个是一路一路的过程 表面看起来 确实很相似 那么 但遗体的部分 说我们有一个 部分是 很类似的没有错 可是 但遗体并没有 跟网民对话 这个不同 没有 他们是可以回座过 这是肯定的 那么 睡眠可以回座过 我们刚讲过 睡眠可以回座 是不用怀疑 但遗体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 这是共同的 所以我们会同意 但是 网民沟通这一块 他们是没有的 化险前次决定 在于这一块 他们也没有 还有 我们不用可以跟水沟通 可以跟水沟沟通 可以跟物质沟通 可以跟物质沟通 这个肯定是他们都没有的 这个也可以 对 对 我不曉得 对 那重点是 我们有一个 最主要的重点是 我们最大的不同 是 我们可以清楚人类 心灵种子的步骤 那 我总的叫 催眠应该是没有 他们是回座为主 没有清楚 懂的概念 那 再来就是说 我们有的 我们的步骤 还可以遇观未来 那我叫 代理理事肯定没有 对 催眠有的 有的 我叫人没有 对 当然就是说 小一看也有很多共同点 但是实质上的步骤跟技術是不一样的 而且概念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的技術来源是来自维世学 我已经是基础的 那 那 其实坦白讲 带你一点的观世为事 也会讲识 那 那你不是为事 照照照的吗 还可以看照照的 那 我也讲解 但是这个意思可以跟您 好 第二个理事是说 理想是说 我们怎么认知 那所回座的是 真的还是假的 其实 对于公司来讲 我们不需要去认知 分手 我们不能评估 他的内容是 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 我们永远的是他 可是我們主要引導他進入我們講他第八億是阿賴約斯的狀態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個案例 他們也會判斷說會不會是假的 會不會是我犯想的 我的媽媽報告沒有講過這樣的內容 什麼可能是真的 可是他如果回去求證的結果 我說過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回來告訴我是假的 那也是正經的 他所自己看到的內容 我們無懼抵护他 所以我不需要去評估說 你這個是不是真的 我不用評估 因為我們永遠不是對他 但是最後回去求證的結果 證明他不是犯想的 可是郭忠祐有時候會去判斷 就比如說你剛剛講的 我怎麼可能是死者呢 我不應該是人嗎 我怎麼可能是死人 當他判斷的時候 確實會有質疑 可是我們不到底引導的過程 他不斷看到事實 他再回去求證 儘管他當時判斷可能是假的 後來這裡居然是死人 所以我不擔心他的增加 為什麼 是以自在內容為主 我們郭忠祐不做任何提出 瞭解 第三個問題是什麼 老師你自己有被告通的 我自己有被告通 當然有 我坦白跟各位講 有 因為我連續對決定 我也訓練了幾百位專業公司 當我客人有問題的時候 我也會請我的公司來幫我剝通 讓我回落後 來解決我現前的問題 所以我有我的前置 我不是沒有前置的人 只是 坦白講的 我在我的演講 在我的課程 我 大部分我不會提我的前置 為什麼 我希望做一個事件 就是說 我們不要實所顯示 所發生的事件或身分 因為我也只清楚 我的學員 有人會比較顯示 他們會說 哇 你知道嗎 我就顯示那個前置王 我就是那個楊貴輝 我就是誰 那就如何 比較 生命 我希望 我們學這個技術是 了解因果之後 面對過往之後 你要主在當下才對 我們是希望一個人 真真主在當下 然後只要指揮 解釋的身份 那有人會指揮 解釋 我是皇帝耶 我是誰耶 那又如何 都已經死了 所以 我有的解釋 確實有 我也看過我好幾次的內容 其實我也當過輸家 我也當過不同的身份 很正常 但是 我也很清楚 那些過程 都是這種體驗跟智慧 我從中得到的很多智慧而已 這樣可以嗎 那那個量子檢測一下 好 量子檢測 對對對 還記著有問題 我告訴你 量子它是 我告訴你 量子本身的觀念就是 測不準的你 我可以測出你過去的狀態 但是 我無法測出你下一步的狀態 所以叫量子 那你就說 為什麼測量子的時候 你測過去最好準 希望你長得很準 很準 可是你可不可以問你 在問第二次的時候呢 狀態不一樣的 我告訴各位 你這樣子 問題科學觀點來講 我現在講的這句話 我下一秒再講這句話 其實我的氣氛跟核子狀態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你不能用下一秒 來測我上一秒是什麼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用那個量子 你這算很準 就如你長很準之一 可是你說如果你在問第二次 在升第二次 馬上會準的 很奇怪 因為現象馬上很變 這是一個科學原理 也不足為奇 但是確實它有一些科學根據 它可以測出 因為目前台灣體系的量子 都是測我們的肉體疾病來的比較多 它可以測出八、九千種的肉體疾病 你想台中那個是一個 德康中那個人 他們一見很多來量子 他們解釋他們中間上這個測 所以他們也要解釋 這個量子可以測出很多 一年的指數 好 還有一個問題 是 你們去這什麼樣的科學 可以來測試 任何人都可以 不需要任何測試 你不必是公平的 因為我不會公平 你不必是公平的 你也不必是零年幾次 你不需要 只要你看得懂中文是 你先問我什麼話 你就可以寫到 很很很簡單 我只是把一些微字學的理論 加在設定裡面 因為你一定要對微字學有點基本的概念 比如 新年的董事是什麼 那 莫娜是什麼 RAS是什麼 他的功用是什麼 以及 董事的類別 他的作用力有哪些 你必須對這些先為先了解 難道了解錯 我會教你一些步驟 你稍微實際的步驟來提早任何一個人 可以讓他跟他的網民對話 可以做前世來運動會 可以做到 所以目前 跟我詢問的技術 我全世界上有四千多人 目前 還有一百多位專業的工資 有的是安排 社會專業的專業工資 所以我點心的是第三個工資 你們會不會覺得沒有團結 對 那你的罪案裡面 是不是有 有沒有那種 刺傷或刺傷人 那這樣他就不能來做做什麼 好 OK 有個問題很好 好 過去對那種刺傷的人 有刺傷人或假疤 或者是服務人 或是自立症 我們過往的接觸 確實一點吧 我都沒有 可是這三四年來 我不斷研究 我們現在可以溝通這些事上 自立症的 或是榮雅的 或是小人自立症的 或是食物人的 因為這樣的溝通 他們改善了很多這樣的案例 可是原理是什麼 也是來自維持的原理 好 我這麼講 一個食物人他躺在床上 他肯定跟你講話了 我沒辦法幫他溝通 以前我會執著說 我的溝通基本條件是什麼 這個人家可以溝通表達 他叫溝通嘛 但他不能溝通表達 我怎麼溝通談呢 後來說 我一次的一句話 你錄到了一個道理 共業 共業就是什麼 共業 如果今天坐在一起 就是一種共業 那你的家人 跟你的生活在一起 你看共業當然更深喔 你們跟家人一定有共業嘛 那這個食物人 目前誰在照顧他 他的家人嘛 他的家人跟他 是留很深的共業 欸 我溝通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是心情的 正常的人 他是可以表達人 我是用共業的原理 化解他跟家人的共業 化解完那個業之後 這個食物人爬起來 你不信嗎 很有意思喔 所以我說 從剛開始我們對這客人 一點辦法都沒有 只要說 你剛剛講 戰衣體啦 或者是水扁 他們對這個也是沒有辦法的 可是我們用工業原理 我們確實成功的做 做好很多這種 責案 而且我們的協會呢 專門就是幫這些 特殊疾病的 責案來做的 因為有人專門 顧不起費用 我們協會也會幫他做 也會幫這些食物人 或是自立症 他們做 其中我們去年 老實說 如果自立症總會 請他們提拨五個專案給我們 最困難的是自立症的孩子 有的二十幾歲都不講話 有的二十幾歲都不講話 可是我們公認誰 那個爸爸媽媽 還得溝通十次 做十次的關鍵溝通 後來溝通完之後 我們就做一個討論會 有一個爸爸 剛剛列友版面的告訴我們 剛剛的孩子 二十九歲都不講話 因為自立症 今天怎麼不講話 而且也無法自己去的生活 這個爸爸 過了完十次之後 剛剛有一次 要教材到南部去 在房間整理清理的時候 他的兒子居然走到房間 跟爸爸講說 爸爸聽說 你明天要到南部去了 如果我想念你 我能夠拿到你的辦公室 有電話給你 那爸爸感動到說 不是他的兒子 關心他的內容 而是感動這個孩子 居然一口氣跟他講 更多的話 他二三十年來 根本沒有聽過 他還講過的話 居然在這一次 全部講出來 還有一個媽媽 也七十八歲了 他手上網子也會來說 你們這裡聽說 有多容 自立症的孩子 我們說 我們是多容 不是你們有說 你自立症嗎 這個媽媽 因為她七十八歲 年紀很大 她的兒子三十幾歲 出自立症 無法自己生活 所以我上小便 讓媽媽幫忙用 連開門 讓媽媽去她開門 外面 下雨的氣也不會增長 幹嘛去她增長 另外要發生 喂 這個媽媽當見的是什麼 如果她死人 那她七十八歲了 不久你才能見了 如果她死人 她的孩子怎麼辦 我們活著下去 她想找一個單位 不夠收容她的孩子 然後現在我們協會 有處理這樣的案例 她以為 我是收容的 我說不對 我說 我是收容你 她說 我七十八歲了 你溝通嗎 我們說 對 我就是收容你 後來這個媽媽 被我們做了二十次 二十次的交通 免費了 我們不夠錢 我們協會 被我們雖然不夠錢 她來做了二十次之後 這個媽媽 被我們滿面的 告訴我們說 天啊 她在利用住民的時候 她發現 她的兒子 是主動幫她開門 其實下雨 她的兒子 主動幫她正常 而且大小便可以遞來的 被信之外的 所以 相當簡單的對話了 她都當時 她不曉得提醒 還是內嘴 她感動就是說 這個孩子 有望的 她可以安心的 離開人間的 只因為 她還被我們做二十次的摩通 她的兒子 還看 我很抱歉 這個概念體跟缺點 是做不到的 保證做不到的 再請教一下 如果是那種 先天性質疾病 譬如說 她出生就是菌缺線 然後 譬如說 這樣 或是 王鼎症 或是那種 那種 那種 就是要看這樣 對面 對 我們終點裡面 有一格是 腦氣麻痺的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到那一件 那一件 那一件 那個麻痺麻痺 她當時來郭東是這樣子的 這隻狗不能送的 她也會來理你 看郭東的 她是一天才 這隻狗都自己的 不能送的 可是你相信嗎 郭東完一次之後呢 因為她自己的 做女家 她 郭東完之後 她雙手電台 她改變 你說我們改變 但是她也是回到前次 剛剛那前次 有一個事件 跨前那個事件之後呢 她是手電動的 而且她本來是不能 不能夠自己上下而已 的 因為她是腦氣麻痺 說人家抱著她上給你 抱著她下給你 可是郭東兩次之後 她自己可以上下給你的 那現在好像說 都在台南夜市 含錢 自己算怎麼會的 本來是不可能的 所以 我真的很神奇的是什麼 聽起來 我的事件都很神奇 其實是要看貼點 那些神奇 為什麼 你的精靈 有辦法創造決定給你看 她就有本事自欲人的病 是你的心事所創的而已 所以如我自己所講的 萬法也是 一切有一個照片的錯 你的電視靈心創造了 那你的心也就創造了 尤其好 就這麼簡單 你怎麼做 哦 幾次的問題 是幹個案的回座能力的問題 因為有的光是精神的問題 都要面對很多次了 所以有的為什麼做十次 所以有的人要做到二十次 次數 我沒辦法好是幾次 重點是 你要找到最初音 我這麼講還很好 譬如他的最初音是在唐桃 可是我光精神都做了五右四的溝通的 精神都無法翻閱過 精神的事件啦 傷害啦 都要面對喔 面對喔 我先回到清桃 清桃還有很多次要去面對 面對還要回到明桃 再去面對 再回到重桃 唐桃 不算回座回去的 我剛剛之前還是有所謂啦 因為假設說都作為自選 對的話 我們知道那個最初點 聯合點 應該就是可以的 對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假設是聯合點 為什麼是清早才好 是不是比安心 還要更少 還有更少的 沒有錯 我真的講 到底那個最初點 在哪個時空點 我不會知道的 客人也不會知道的 可是你總有的線座 讓他追著 追著那個線座 而這個線座 拉出來等他都在 長島的事情 中島的事情 那麼再往前 他還會有 有時候我們會發現 他的時間線 等人只近在 等人遠 沒有絕對的 所以 對清理阿拉耶穌來講 總值是沒有時間性的 所以 目前如果我們來講 總值是有時間性的 可是對肉比來講 總值是有時間性的 所以今天來講 真的有時間性 嗯 老師不好意思 在提問一下 就是 前一陣子看了一些 賽斯的資料 對 在這資料裡面 他有一本書也叫 靈魂擁爭 對 也是知道靈魂擁滅 就是會一直在 在延遲 這樣子 對 那不會有一個觀點 他好像跟 跟很多人 比較重要 就是關於人鬼 非經過 對 那比如說 你剛剛提那個 唐自證 這樣的意思 我好了 那我看到他的資料 是說 因爭 他選擇 作為一個 唐自證的人 對 是因為他想去公佈 他的生命 因為他覺得 他的生命體驗裡面 沒有這一塊 那至於為什麼 他會做 就是說 這兩個爸爸媽媽 為什麼會跟他 唐自證的這個孩子 他們其實是共同商量 好了 在生命體驗 他們要共同去體驗 個人去體驗 他身為唐自證 是怎麼樣 爸爸媽媽去體驗 怎麼樣照顧 唐自證的孩子 那不得是跟我們 這個英國 英國有一些不同 不會不同啊 也就是前次我們約好來體驗 其實真的某個過 那麼 我們透過這個角色 來體驗 體驗這種角色 可是這個體驗 總有可以終止了一天嘛 他只是這一天 我對學院提早的 這幾天後 那我們公主是 引導你看清楚 你們為什麼約好 要來承受這場體驗 以及這個體驗 要不要繼續 其實我說這個 當人類的我們 總是會很痛苦 一個父母 有一個長生生的孩子 或是一生的孩子 一定很痛苦 這個痛苦也是我們選擇要的 孩子也是選擇他要的 可是這個痛苦已經體驗夠了 我們是可以終結的 而我們只是提供一個選項 你到不要終結而已 所以我們不會決定你 你到不要終結 是個案去決定的 我們公司絕對不做建議或評估的 是由個案必然決定 明白了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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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那有沒有 怎麼會我們 讓我們看正常 沒辦法溝通 如果有 他自己來 哪個類型 不過像我們在座的 過去的個案當中 有沒有什麼失敗的案例 OK OK 有一些正常的 無論如何都只有 兩種靈音 一種正常 實在太理性了 所以他的工作 比如像我們 數學的啊 邏輯技術的 工作或電腦工程師 這類的 所以比較難過 不過 我再講說 你不能做 要讓突破 某個想法之後 一樣誰會做 誰會做 我們曾經過 一個電腦成績設計師 他剛開始做的 就是什麼都我還沒做 他一直聽不懂 融入或者回座這個概念 他聽不懂 後來比如說 你公哥的 他說他在電腦工程師 我說那你 按著是電腦 按著 他回座他回座 所以你怎麼說呢 另外一種就是說 他實在是不想面對 即是這個問題 有他們過往 實在有些不堪的內容 他不想面對 一個不想面對的 所說真的 做成幫忙 沒有用 所以不想面對 跟害理性的 確實會表現 多多大的正常 但是 只要是正常都ok的 是 會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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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放棄的放棄 這個放棄的放棄 這個放棄的放棄 我說我們最大不同跟最沒不一樣 所以你更有同物這一塊 而我們不說你同物是讓各樣看清楚事實 當事實看清楚了這個事實就不變了 所以就這樣子物理裡面的原理 一個意識會存在兩個一樣的意識會存在的自己對立 當兩個一模一樣的意識看清楚合理的時候 意識就不變了 所以我們是讓各樣看清楚總值存在的事實之後 他不斷地從不斷地看 他要看清楚的這個現象就不變了 譬如我怕A 我不敢介入天涯的空間裡面 可是我這樣一個人 我告訴你看清楚天涯裡面 我告訴你同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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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不怕黑人 聽懂意思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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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對 你怎麼會進去? 不是我還沒看過嗎? 沒錯啊 可是他能夠面對的 這個事情就讓不起作用的 不再關愛的 可是他從頭的時候是不是會哭 因為這樣只是在大意的 我們只是讓他不斷重複那個事實 當他不再大意的時候 這個作用力 對總值來講這個作用力就消失了 對 我說真的 我們窝農裡面 窝農的會讓人看起來很殘忍 可是坦白講 不是窝農才叫殘忍 但是我建法到一半的 因為創好 只要窝農的 我有的 只要被你挖掉 那不是這個殘忍嗎? 因為那個人 就是要是讓他在留作的時候 他在支援給他你拿去 對 他因為要去遇見 對 對 對 沒錯 所以但是我聽說 要叫他殘忍的殘忍 你為什麼會是從殘忍的那一種 對 不是 被嘲笑 有可能造成另外一個 那到底是叫殘忍的殘忍嗎? 不是 那我知道 就是殘忍的殘忍來去解釋嘛 對 精神被嘲笑 會不會造成另外一個殘忍 會 會 那就是要保護人 那就是 他不是在這裡的嗎 那就是我已經覺得 他的地方當年是 搞什麼的操作 我知道 我說我剛剛講過嘛 講回一次到處理嘛 一個是 全市民調去免費嘛 真一回事嘛 可是精神我被嘲笑 會造成另外一個靈活 我 我已經有兩階段的處理 我不會有處理啊 對 如果看到裡面 那個 那個 對 也沒有去做這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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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會 但是我們會 解釋什麼動 有一個人甚至做到離島 我們這樣叫起來 再做 遇到一個離島 再做起來 再做 又離島 再重複又離島 一直離島 可是我剛剛覺得 剛我們重複他 那幾十天之後呢 這個太太想到 他兒子往生的事情 不在於想 這不是很光臨 當然啦 我要這麼想 我沒辦法在聯想裡面 講解整個理論的原理 那 我們的課程 有很清楚 要很了解 會不會需要重複 總之的理事是什麼 怎麼總得到的這種現象 有很明確的 這個教堂 所以我也說 如果有別人來學呢 因為那個課程 畢竟是安定以上的 所以 就了解說 會不會什麼事 必須要這樣的過程 好 最後一個好了 好 謝謝老師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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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老師 教會有很多的 那個 唱什麼的 謝謝 就是 我從市民演講的過程裡面 好像 比如說 大家舉的 就是要不斷地去重複 那其實是不是就是 我們課程程 要很勉強去面對 對 我想說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那所謂的方法 在投票裡面 就是所謂的有違法 對 那有違法 有的 這個地方裡面就是這個 所以 可以有違法 如要漢號的 無物易如見 經過於事怪 那 如果是這樣的立場來看 老師您在做 很多個案的主導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在幫助那些個案 面對他們的前世 因為這晚了以後 老師您是不是有做一個 就是說 讓個案 真的去 迎白到說 經過我的生命原來的本質 是怎麼樣 原則您要追究 它的 原頭在哪裡 其實原頭在哪裡 無幾節來 所有的原頭 最近在很多次 到今天 我們去遇到老師 這個就可以 這一次暫時解剖 那 萬一 老師有一間 面談去了的時候 那 這些人怎麼辦呢 那 下一次又在哪裡 是不是又會遇到暫時 我不遇到老師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這次應該是 就是從 內心的 進化開始 那 內心的進化 開始 其實是一個教育的動作 到 我相信 通過不斷的進化 生命會有那種 會有那種 勇敢 會去見 所以因為我相信 生命的那種勇敢 所以 我是要比較好覺得說 老師 您在做個案的影響 您有做 對個案做這一個 經濟交易的情況 我剛才有查到說 我們不對個案做任何的建議 停工生機 因為這是我們的大計 我只是引導你 內患事件的問題 我們不能很介入 我 我的意思是說 介入他的 而是 介入最大的機會 介入最大的機會 因為老師 您所說您是從頭髮為次出發的 您是不是可以用這個機會 機會把 頭髮的內容 那種 那種 比較奧妙的 那種 不可思議的內容 介入這個機會 順便 才說 也不要 我了解您的意思 可是我們講好了 上次的 可以看到他 全是因果的律環的過程當中 你不必叫化了 他比誰都厲害了 他也內關到自己的問題 肯定略穿越了 你也不必叫他的 他已經很勇敢了 所以 我不會給他任何的教委 但是從中他的禮物 比我的教委來得更高 你懂嗎 其實你剛才有為或無為 反而我們的公司真正無為的 我們不允許公司做任何的建議或建議或評估 我不做任何的分析 我們只記得請兵神 我們只記得請兵神而已 如同佛陀當時所講的 他要讓弟子學會什麼 弟拚 弟拚就好 我們只是直飛的弟拚 我們沒有任何的建議 這不是無為嗎 所以當他如果面對自己的過往 他會見識到自己生命的光輝 他會看見自己生命的障礙之後 他會看到那道光 他看到光的同時 那種禮物比你說的教委來得更高級 我一定這麼講 因為我從個案身上看到武藏的智慧 我從個案身上了解到生命回家的意義 我從個案身上可以知道你做的奧秘 所以我坦白就是會講 所謂老師是誰 沒有人教真的光輝這個技術 我老實是被我做過的那幾天的黑暗 我從他們身上看到的英國 看到的輪迴 看到的宇宙 我了解很多的智慧 但是你也說難以我整的怎麼辦 其實我告訴你 我為什麼要教 我不告訴你 我現在決定就不就一百多個光輝 可以幫你做的嗎 我附近的學員學會這個技術 問題是光輝 讓他們可以幫你做 他們有很多學會做的 所以 以便我們在這些人要解鑽的戰略 我一點都不擔心 好了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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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說中 其實我 應該講可以 單身很難 因為你的場點看不到 比如說 我沒有掌中心 我怎麼掌中心 我怎麼掌中心 我沒有用我看不到 那如果有人拿一些電子讓我看不到 我有效的處理 我最後的盲點 那拿電子的人是誰 就是我講的我是波動事人 他只限拿電子的人 他不會說任何自己的人 就是我效的處理問題 所以 自我波動不是不能 而是出體會很難 我坦白講 我手臂也是自我波動 那你是自問自答 誰要真理 那你就能不能波動 了解 好 好 那我講 我問不完 有問題 有問題 老師你剛剛有一提提到說 王民送手到哪裡 但是不重要 那我比較好一點 既然有人可以看到 很多王民健身 跟他可能有一些 那 那 在我們一般的想法 應該是有所謂的離界 我們這樣稱呼他 那 那你說 把王民送手送到哪裡 不是重點 他們還是一樣在離界嗎 這不是在你的心裡 在我們的心裡 那你被那些看到的人 我說過嘛 他們實質就確實存在 所以那些無情狀況 會被看得到 會被真正的到 我也說這是實質 了解 好了 那麼直線的關係 我們一抱前 各位 很耐多 謝謝這邊的安排 好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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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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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